大家好,我是小强 听说光猫只能砸核桃 所以小强今天特意买了一斤核桃 准备砸给大家看 这几年国家政策提网提速 免费送宽带 小强家里经常被送宽带 这几年积累了这么多的光猫 就这还扔了好几个 不知道小伙伴家里有多少 我本来准备录一期光猫刷机的教程 但是我看了国外很多的弄坛 只有华为的一款是有固件的 让我感觉就像网友说的 光猫只能用来砸核桃 其实不然 如果光猫与砸核桃的价值相比的话 小强的这三个方法 绝对高于这个价值 光猫到底还有什么用 今天我们的视频分为三部分 从利益最大化 讲到利益最小化 让大家感觉到砸核桃的光猫 到底值多少钱 第一个光猫的使用方法 比如两个联网的地方非常远 超出了网线100兆的使用范畴 我们还需要保证网速的情况下 就需要用光猫 这样在两个终端 就需要把光猫信号转成网线信号 这个设备的学名叫光猫收发器 家里有不用的光猫 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个功能的 你只需要进管理员模式 网络连接调成ID41桥接模式 然后就可以拿光猫做光签收发器 如果你的光猫浪口是百兆的 那它就是百兆的光签收发器 如果你的光猫的浪口是千兆的 那它就是千兆的光签收发器 因为光签测试不拉个两三公里 根本是空谈误果 这里不再做测试 如果大家对测试结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的频道交流琼 交流琼在视频的下方 小强为了证明光签收发器 是最划算的方法 小强还搜了二手平台 光签收发器的价格 大部分二手都在100到200块钱之间 第二种方法就是做一个无线API 或者交换机 光猫变为光签收发器 这种方法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应用不多 但是第二种方法是最使用的 第二种方法就是 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无线API 或者一个交换机去使用 如果光猫像这个一样 是带天线的 那它就可以作为一个无线API使用 如果光猫像它一样是不带天线的 那它就不能作为API去使用 只能作为交换机去使用 下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登录光猫的后端 我们将DHCP关闭 设置好WiFi的信道名和密码 将光猫任意让口插入网线 如果需要用光猫做交换机作用 请将网线再插入其他浪口 如果用光猫做API使用 搜索WiFi信道名称 输入密码直接连接就可以 以上两种方法还觉得不行 光猫除以上两种方法以外 还可以直接卖掉 有人估计觉得小强在胡扯 其实收光猫市场还是蛮大的 很多城市的光猫都是退网时候 需要拿着光猫去退网 随着运营山欠费影响征兴 很多人在退网的时候 都迫于没有光猫 只能网上买个二手光猫进行退网 光猫在二手市场是看品项和配件 全部全来决定它本身的价位 二手光猫的回收价 大概在15块钱到25块钱之间 全四口签购的回收价格 大概在35块钱之间 这是我找一个收二手的商家 问到的价格 全四口的签购光猫 不能亲自验证 如果卖给退网的用户 一般不管是不是全四口 或者一个非四口的 一般都在25块到35块钱左右 综上所述 我把光猫的三个使用方法和价值 做了一个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光猫用于光纤连接器 可以省掉100到200块钱 光猫用于交换机 API可以省到不到100块钱 光猫卖给收二手的 可以省15块钱到35块钱之间 现在核桃的价格大概在10块钱左右 基本上最便宜的方法 也可以省出来一斤核桃 像小强这样的屌丝 可不舍得拿光猫去砸核桃 大家听了光猫废物利用方法以后 不知道光猫在大家心目中 还是不是一个只能砸核桃的废物 如果大家对这期视频有更好的想法 就把你的想法留言到视频的下方 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 小强会更加努力 做出让大家更喜欢的视频 同样也希望大家订阅一下小强日记 给小强编册与监督 谢谢大家 一直很想买个蜗牛星计 做个NAS加路由 可是双网卡的蜗牛星计 看了好久 发现都在300块钱到400块钱之间 像小强这样的屌丝 是能省则省的 所以小强决定下一期200块钱 讨一个蜗牛星计